防弹少年團日前推出精選及團體也迎來出道9周年 沒想到就在14日官方釋出的影片中跑出了震撼彈 團員們表示接下來會減少團體活動以成員個人為中心 將會先後推出solo專輯而不再只是mixtape了 要最後打頭陣成為第一個開始solo活動的成員 也算是開啟防弹的第二篇章 事實上在出完ON後就預計要開始全球巡演 將團體為主的生活劃下句點 因為疫情轎距才延遲到如今 雖然成員們也表示希望粉絲不要把這當成消極的事情 而是當作一個好的計劃 成員們都有各自想做的事情和音樂 其實對於歌手來說這一部已經來得很晚了 團票就並不代表他們要解散 只是會分開生活一段時間而已 但結尾和粉絲說話的環節還是有滿滿的洋蔥 Obsbt延續所計會,我們胡來做愛情 或者興趣無意搞的 我很想要 我很想要 如果我很想要 profiliyor ,會你會僱伴 我真的想要努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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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不是强调的 我不是强调的一部 所以 我真的想要努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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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们是真心的 虽然说了不是要解散 但看完影片的粉丝 还是感到十分惆怅